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实中 书信往来虽然已经慢慢淡出生活 但情话依旧是一段感情至关重要的部分 很多时候 动人的情话是彼此关系的验证 更是两个人之间最真挚的承诺 对于感情这件事来说 爱一个人是会发自内心的喜欢 会不自觉地表达喜悦之情 在相处的过程中 会让你感受到他的心意 爱一个人是很明显的 爱与不爱都是可以真实体会到的 一个爱你的男人 也会把最好的爱给你 让你明确地知道他的真实心意 日常生活中 会做到对你包容宠爱 不自觉地对你说情话的男人 很明显他是用真心在爱你 因为真正的爱不需要去刻意表现 而是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 因此 在两性交往中 一个男人是否爱你入骨 看他有没有经常和你说这句话 就一目了然 需要什么 告诉我 我给你买 对你说这句话的男人 愿意满足你的物质需求 虽然很多人都说 感情不能用钱去衡量 但是 感情里面谈钱并不是物质 而是确确实实的需要 而一个男人为你花钱的态度 就是他爱你的程度 正如一句话说的 谈钱商感情 这是男人空口的甜蜜陷阱 嘴上说着疼你爱你 实际上却对你斤斤计较的男人 根本没有想过要认真对待这段感情 因为他没有那么爱你 所以才觉得你配不起他花的钱 而真正爱你入骨的男人 会在你需要的时候 给你足够的物质支持 因为你在他心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所以他才会尽甘情愿让你花他的钱 而且还生怕自己付出的不够 他深知 金钱不是表现爱的唯一方式 却是表现爱的一种重要方式 正常来说 一个人爱你的话 他会懂得心疼你 在你需要的时候 满足你的心意 在对于那些只知道嘴上说爱你的男人 他更多地爱的是自己 根本不是你 真正的爱是实际的付出 是会舍得为你花钱 而不是斤斤计较 从一个男人对你的态度 就可以知道他爱你的程度 真正的爱从来都不是说说而已 而是实际的付出 所以 判断一个男人的心意 就看他说完话之后的态度 一个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 举于你物质上的支持的人 想必他是很在意你的人 他才会心甘情愿地为你花钱 虽然说 这不是表达爱的唯一方式 但却是一种最实际的表现 太累了 你谢谢 我来 和你说这句话的男人 发自内心地懂你 心疼你 因为有太多难处无法倾诉 被生活逼得不停往前 有太多无助无法白借 找不到可以休息的地方 所以很多女人选择用微笑来掩饰伤痕 再苦再累 都一个人默默扛下去 然而 真正爱你的男人 会心疼你的逞巧 懂得你的奸习 愿意帮你一起分担 就像刘瑞英在 《我敢在你怀里孤独》中写的 我的坚强和你的柔情没有冲突 有你我很幸福 明明知道你很勇敢 却会为你遮风挡雨 告诉你不必那么坚强的男人 是真的疼你入骨 在这个世界上 表达爱的方式有很多 有的是为你花钱 有的是对你关心 这些都是爱一个人的表现 生活中 可以遇到一个懂得关心你 在意你的人 这也是一种幸福 要知道 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 嘴上的关系 永远没有实际地 浮出来的重要 对于一个真正爱你的人 他一定是最关心你的人 他会懂得你的不义 你的奸习 你的逞巧 能够和你一起分担 两个人在一起相处 真实的感受是骗不了人的 一个人是不是真心爱你 用心就可以感受到 爱变不了人 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 有的人只会享受 根本就不会付出 而有的人 他会理解你的所有 在你累的时候 陪在你身边 替你遮风挡雨 告诉你没必要那么坚强 有他在可以帮你承担 所以 一个会懂得关心你 在你累的时候 可以帮你分担的男人 才是发自内心地爱你 心疼你 别担心 有我在 与你说这句话的男人 是想护你一世周全的人 都说 在这个世界上最温暖的三个字 从来都不是我爱你 而是我陪你 嘴上说的爱你 真的没有一个人 实际地陪伴来得有力量 对于大多数人 他都会选择一个 陪在他身边的人 而不是一个 只会说爱他的人 从来没有任何表示 当一个男人说有我在 这就意味着 他会把最好的陪伴给你 你对他来说很重要 要知道 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 没有谁会平白无故地 把他时间浪费在你身上 一个舍得在你身上 花时间的人 想必也一定是 非常爱你的人 真正的爱 从来不是说在遇到事情的时候 叫你别担心 而是会说有我在 我会一直陪着你 一个男人不管你发生什么 他总能在第一时间出现 陪着你 和你一起面对 一起经历 这样的男人一定是真心爱你 才会这样为你付出 因为锦上添花的甜言蜜语 远不及雪冲送他难能可贵 当一个男人对你说有我在 这三个字 意味着 无论发生什么 他都会在你的身边陪着你 保护你 帮你解决一切难题 给你满满的安全感 无论何时何地 你一回头 他始终站在你的身后 陪你的尘世喧嚣 陪你住繁华四季 与你同中共济 真正好的爱情 并不是轰轰烈烈爱了就好 而是细水长流的支持 懂得与陪伴 他不是敷衍 不是假装 更不是虚伪 他是真心教父 是腾尼入骨 是岁月静好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时间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 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 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林言希望大家都能怀着 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